基隆市长林佑昌展现亲和力和原住民大小朋友们合影拍照 闲话家常 也为参加比赛的原住民选手们加油打气 这是在七读百福国中举行的 基隆市111年度运动爱台湾原住民族运动会 市长林佑昌和市议员陈明健都亲自出席参加 也向原住民朋友报告好消息 第一件事是市政府不断增加原住民运动会的经费 第二件事是市政府通过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如果得奖的选手也可以比照其他全国性运动会 拿到一样的奖牌奖金 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运动会 从市长刚上任的时候 预算只有40万 那成立建议员一直争取 市政府的经费也逐年提高 到今年呢市长跟大家报告跟宣布 我们的原住民运动会的经费是增加一倍 现在从40万已经变成是80万了 欢送谢谢市长 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奖牌的奖金 以前是不能适用其他的全国性的运动的这些赛事 所以奖金很少 但今年市政府已经在事务会议里面通过了 我们就是参加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竞赛 得奖的奖牌的奖金 比照其他全国性的运动会的奖牌的奖金 所以各位明年在台北纸丸的全国 我们原住民运动会 希望大家极力的去努力争取 拿到奖牌 然后可以比照全国的竞赛 拿奖金 拿奖金大家听好不好 不要来 拿奖请大家会比较有动机 期待 同它们的运动会的奖牌 有请到我们的意志时间 拿到再来 会的 scratched招牌的机会 有请赢 tens 这个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两栅栃埋会 有请我们的这个 栅栃比赛 由于天气并不好 市长林佑昌也提醒选手们 在运动比赛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